好 接下來就做一些需要計算的題目 第一個停車站接問 這簡單的比熱 50公克 吸熱無卡 身高10度 就剛才那個選項 剛才那個選項 比熱多少 我剛才嘴巴很像唸過了 我剛才用嘴巴已經唸過了 比熱有多少 比熱有多少 我剛才用嘴巴 我在講的時候就已經唸過答案了 你沒聽 請坐 H等於MS調查D 熱量無卡 質量50比熱 不知道溫度變化時度 巴拉巴巴0.01 我剛才已經在講解過程中已經唸過這個答案 這是比熱的基本想法就是這樣 好 來 第一個 100公克的水加熱 然後這個是只有水 所以基本上不用算比熱 當初學的時候第一次公式叫做H等於MΔT 就是因為只算水 比熱一就當作沒有 然後這樣做的 請問你多少 所以 H等於MΔT 100公克 質量 2分鐘 22度 6分鐘 26度 溫度變化 26-22 然後 比熱是E 然後就算完 然後做400卡 答案就是A 簡單 這只有水 這只有水 基本上就跟比熱不太有關係 這個 剛才是用表格給你數字 現在是用圖形給你數字 200克的水 0度吸的時候 對不起 0分鐘的時候 20度 5分鐘的時候 30度 他問的是 每分鐘會吸熱多少 5分鐘吸熱多少 就知道1分鐘吸熱多少 水多少 跟剛才一樣 直接帶就可以了 這位大哥大姐叫誰啊 林秉軒 睡著了 不要理他 林秉軒 幾粒 答案多少 站起來微笑說 不知道 你答案選A喔 請坐 然後每分鐘S卡 總共呢 我們要找格子點 就是確確實知道誰對誰的要格子點 所以就是0對20 5對30要格子點 確實知道的 所以呢 5分鐘就乘X 那就是這麼多卡 H 然後質量200 比熱1 溫度變化 初溫是20 末溫30 高溫減低溫30 減20 後面就速選 所以答案是400卡 好 練習06 練習06也一樣 現在是問末溫 這些東西只是 以知條件給的不一樣 但是做法都是一樣的 只是你以知誰 為知誰 為知每分鐘吸熱 為知末溫 這樣子 但是公式都長得一樣 做法基本上也一樣 所以我們要找這位 韋崇文 韋大哥起來 我管你等一下 蛤 你說啥 C 你說C嗎 怎麼說 那是C來豬 豬好了 豬好了 你答案選豬 好 末溫是T 然後200是200T 這裡面是吸熱 所以末溫比較高 高溫減低溫就是 末溫減出溫 所以呢 每分鐘500卡 6分鐘乘6 質量是300 比熱是1 然後呢 高溫減低溫 T減15 所以呢 就數學算一算 答案叫做25度 所以呢 就是 25度 這個也就是個計算體 但這個計算體 基本上就算水而已 在算水的時候 等於是不用管比熱 等於不用管比熱 比熱是1 有層沒有層都沒有差別 所以一開始學的公式 叫做H等於M delta T 就是 練習05跟06 很簡單的 帶到公司裡面做計算 這只有水 基本上跟比熱不太有關的 好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